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謝謝 這是我 沒有辦法想像他要用這個 幫忙 那年的我才16歲 然後 去年後半十大結出青年的炎耀倫 20號遭抖音男神耀樂 指控交往旗艦劈腿偷拍的心愛片還外流 對於炎劈扁成炎劈 當晚炎耀倫在臉書火速道歉 在感情上我有很多的偏差 扭曲的做法 因為我是戀愛腦 一旦進入一段感情 就會失去自己 並說很謝謝廖樂 並沒有因此跟我斷絕往來 去年還幫對方宣傳的投票活動 跟他聯繫的時候也是這樣子的 我想要試圖讓這件事情看起來 看起來是好的 想要逼迫自己接受 其實這件事情沒有什麼 他在文章裡面也有說到 他這幾年也有在試圖的調整跟改變 那在哪邊 針對其他的受害者嗎 還是我不重要 他這些道歉不應該是我被爆出來的 我爆料之後他才跟我道歉 欸似的 有了對於眼皮回應不滿意 本來是說無法接受媒體採訪 隔天又召開記者會 但是啊 再一次各位都沒想到 戰力指數8500 有名的小雨 竟然到場正面缸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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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要跟他道歉 所以 我還是對著他比較好 我要在這邊跟你慎重的再說一聲對不起 讓你承受你這個人生 不應該承受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 那今天是你的記者會 所以 我想你有很多事情要說 所以 我就把時間留給你慢慢的說 如果之後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會回應 或是你想要聯絡我都可以 謝謝 那想問一下 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怎麼會突然來到現場 就是要跟他說對不起 絕對沒有做任何想破音樂的事情 就是真的 我們當時都是被照顧的 那當時的影片是有偷拍的還是 不是 絕對沒有偷拍的 雙方是合影 對 那他當時也知情 不好意思啊 這是我 沒有辦法想像 他要用這種 方式 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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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的體會 成長的智慧 我當時對話紀錄很明顯的就是跟他說 我只有跟你一個人發生過性行為 而且我沒有允許過你進行拍攝 所以他所說的沒有強迫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無極之談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性質舉權 而不是另外一半說想要 就得必須給 他第一次違反我意願的性行為 是在2018年的恆店 他一樣早起 但他沒有去提前做他工作準備 他反而轉過身來 掀開棉被 把他的生殖器放入到我的身體裡 然後接下來是關於私密影片偷拍的部分 我記得他把手機拿起來射錄影 我很堅定的跟他說不要這樣做 他事後才把手機放下 所以我跟他打過高高說 你之後真的不可以再這樣子了 我真的很不喜歡 他選擇跟我說 他願意做到 但這個謊言什麼時候被戳破的 在2018年的9月份 我的私密影片 跟他的 在網路上被流傳開來 他之後回答我說 手機可能在前陣子送修的時候 被有新人士盜取的資料 至於他昨天的回覆有提到說 他經過了多方的調查 去求證了手機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在這邊問野雅倫先生 這五年裡面 你到底調查到了哪些什麼 還是其實這個影片 就是你這個拍攝者流出的呢 這件事情不管怎麼樣 拍攝未成年的私密影片等等 就是違法的 我想他可以先針對我以上幾點去做回覆 然後不要再試圖的混淆視聽 不過呢 耀樂也被爆料 涉及桃色交易騙錢 本來約好只要轉五萬四千元 就跟對方開訪約會六次 起料結束第一次行程 耀樂就開始搞消失 而對話記錄也被一併流出 事後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則正式宣布撤銷炎亞倫 十大傑出青年的當選資格 藝人的堆疊 非常的困難 然後也非常的脆弱 只要一個不小心 可能在道德上面有什麼瑕疵的話 哦 眼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